现在在杭州动物园 因为打架太凶了而分居的春生香果 香果还假装去咬春生的耳朵呢 就在春生耳朵靠近的那一瞬间 也不知道他是想真咬还是假咬 反正是把春生给吓了一大跳 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打架是打得挺火热的 分开之后呢又一直在交流窗这边找对方 不过像这样能在交流窗这边交流也是挺好的 毕竟现在孩子大了 春生是力量和技能上都是会压制香果的 就是怕香果一方万一会受伤 小香果的这个睡觉的姿势 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 睡得很优雅 而且他的脚脚是压起来的 就是会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 对比一下春生就会更加的豪迈了 这是标准的男孩子的睡姿 而且春生是确实有一点好打的 现在没有风容玩具可以打了 睡觉的时候睡不着 干脆就去咬杆子了 谁家听话乖巧的小蓝熊 睡觉的时候去恶狠狠地咬着杆子睡啊 春生是确实挺能打的 他会不会成为这一代的新任赞神呢 从中心去到重庆永川的青花青鹿 乐和乐都官方发的视频基本上都是两姐妹在打架 看他们这个扯头套 感觉也是毫不留情的 姐妹俩还是悠着一点打吧 那边本来是准备的四个熊猫馆 要是打的太凶了可是要喜提单间的哟 分居之后就不能在一起玩咯 而且青鹿还去偷袭姐姐 结果没有成功 双方都有一点小尴尬了 之前在中心的时候 更多的是青鹿去连着青花 青花还是更加独立一点的 但是那个时候场地非常的大 青鹿可以爬瘦或者是跑远一点 现在场地相对来说会小很多了 所以现在就复为丰容了 就打架的时间会多一些